掌声欢迎主席 高龄87岁的前副总统连战 小岁部慢慢走到舞台中央 耗时15年连战回忆录终于出版 新书发表会集结蓝银 麻银酒 朱立伦 王金平 韩国瑜等要脚 国民党从老到壮年避临而坐的珍贵画面 更是头一次出现 建设台湾进入开发国家自灵 以及改善两岸关系上面 我们已经尽了心力 无愧国家民主 盼望两岸能够走上和平之路 共同合作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之子顺顺 永远不再受战火的波及 连战希望两岸没有战火 新书中也爆料当年曾建议前总统 马英九签两岸和平协议 确遭马英九婉拒 更提及19年前的319枪击案密刑 当年马英九曾说 当选总统后要重启319枪击案调查 却没兑现承诺 但连战不只对319枪击案耿耿于怀 书中提到1997年连续发生多起重大社会案件 马英九坚持辞去政务委员 让他觉得是落井下石 这一段标题更直接列在目录中 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 三天后主动领就辞职 下台负责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我对连先生的栽培一向感念不已 我想我父亲都已经 就像刚刚自己说了 都已经87岁了 所以这些过去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只是忠实的反映当时的经历 跟很多我们所了解的一些事实 都是成年往事 不再多说 后后两本回忆录将一声恩恩怨怨全抒发 也让连战总算放下心中重担 开心的 静新闻做不懂 一定要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